卡帶發電店這邊出現了嚴重的傾斜事故 那麼預計是在今天晚上八點鐘的時候 就會進行試拆作業 而到時候拆除作業的主角 就是在我後方的這一台重機具 它的名稱是一千型怪手 拆除怪手 那在日本的時候 很多人會稱呼它為長臂型的拆樓機 很長的長,手臂的臂 就是因為它看起來就像一個長長的手臂 主要是因為其實這個飯店有大概八、九層樓 甚至十層樓高 到時候在拆除作業的時候 必須是由頂部開始往下拆除 所以就必須要讓這個拆除的臂 也是能夠非常的長的 那從早上開始的時候 他們就不斷地進行了加長的作業 目前已經加長了一截 那你可以看到我旁邊這邊 也有另外一截它的這個手臂 到時候也會再持續的加裝上去 整個都加裝完之後 大概就會變成四十米長 不過要操作這樣的機具 其實非常困難 一個是我們講到這一個拆樓機 它其實目前在全臺灣只有兩臺而已 而且現場的工作團隊 能夠有能力使用它的 目前只有六個人 目前是派度了大概三個人來使用它 不過為什麼會這麼難使用 主要是因為這個手臂非常的長 那工作人員在操作上面的時候 基本上你只能用你的眼睛目視 沒有任何儀器予以輔助 所以這時候就非常仰賴 他們的專業的經驗 以及相關的技能 才有辦法來良好的操作這個機器 那具體來說會怎麼使用呢? 這些手臂都裝完之後 他們到時候會在前面 再加上一個叫做大哥機的東西 他們這邊準備了兩個 一個是四噸 一個是一點五噸 那等到到時候要從高處 開始進行拆除作業的時候 會先放上比較輕的 因為手臂很長 不能放太重 所以到時候會先放上一點五噸的這個大哥機 那開始進行拆除作業 那把高處拆完之後呢 接下來他們就會再進行手臂的替換 比如說把我旁邊這個手臂就先拆下來 那上面就可以再換上一個比較重的大哥機 換上這個四噸的大哥機 接著再進行這整個富凱大飯店 後續的拆除作業 那麼現場的工作人員其實是如火如荼的 進行了非常多的準備 就是要預作 為了接下來的拆除作業預作準備 那預計是在今天晚上八點的時候 如果接下來的甜土作業都相當順利的話 晚上八點就可以進行相關測試 那可能到了明天早上 就可以進行這個拆除作業 而到時候預計會花上兩個星期的時間 才能將這個飯店完全的拆除 那關於任何的最新發展 我們會持續在現場帶您掌握 那麼以上是目前的最新狀況 先把時間鏡頭交換棚內主播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